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會介紹如何看五線譜 以及介紹一下五線譜和琴鍵之間的關係 首先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鋼琴、琴鍵的名稱 我會提供以下的四句口訣 這個鍵盤的口訣是專門為不懂彈琴或看五線譜的人而設的 鋼琴八鍵有七音 這七音是A,B,C,D,E,F,G 兩刻之左為C,三刻之左為F 這是中文版本的口訣 我亦寫了一個英文版本的口訣 7 right keys on keyboard A,B,C,D,E,F,G Labs of two blacks, we call C Labs of three blacks, we call F 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我現在在琴鍵做一件介紹 原來鋼琴總共有七個白色琴鍵 而那七個白色琴鍵的位置會按著黑色琴鍵的排列 來給我們一些提示 究竟這些白色琴鍵是甚麼名字 那你會見到 黑色琴鍵會是兩牌,三牌,兩牌和三牌的往復循環的排列 於是我們去辨認鋼琴白鍵的音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些黑色琴鍵的排列 來給我們找到這些白色琴鍵的位置 我們先看口訣的第三句 兩黑之左,位之絲 意思就是說 兩個黑色琴鍵的左手邊的白色琴鍵 就稱之為絲音 再來一次 兩黑之左,位之絲 意思就是這樣 那同樣第四句的口訣 三黑之左,位之F 三個黑色琴鍵的左手邊的白色琴鍵 那個音就是F音 再來一次 三黑之左,位之F OK 那所以當這些琴鍵 顯示了給你看的時候 你是不需要太擔心 不懂得找他們的位置 用這個口訣 你就很容易找到 鋼琴白色琴鍵的那些音名 至於其餘的音名 C C 隔離就是D D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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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是因為鋼琴白鍵只有七個音 分別是A,B,C,D,E,F,G,七個音 所以當G數完之後 我們就會分回A第一個音 所以在琴鍵的位置 G之後就會寫回A A之後會繼續數B B之後是C,C之後是D,D之後是E E之後是F,F之後是G 但是G之後又會回回A,往復循環 所以當你去數琴鍵的音名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這個方法去數 C之前就是B,B之前就是A,A之前就是G,G之前就是F 如此類推 我們稱之為這些大街英文字母所表示的 我們稱之為叫letter name 中文叫做音名 音名的作用是樂手 是樂手互相溝通的音樂術語 是樂手溝通的音樂術語 當一個鋼琴手走到一個鋼琴正中間的位置 的兩刻之左 它就會叫這個音名稱之為Middle C 或者中文叫中央C 這個Middle C很重要的 就是界定究竟我們鋼琴需要彈哪一個詩音 因為鋼琴總共有88個琴鍵 而裡面我們總共有8個詩音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確切的音來成為我們的座標 而Middle C就是我們的依據 剛才說到音名是樂手之間互相溝通的術語 就是因為如果我就這樣說 請你彈Middle C 我發出三個音節 那個樂手就自然會走到鋼琴正中間 彈兩刻之左的那個白色琴鍵 就是Middle C的音 所以音樂的術語Middle C 就會方便樂手去溝通 用最簡短的文字 用最簡短的語言 就可以叫樂手去做相形的動作 同樣道理 如果吉他手聽到要彈Middle C的話 吉他手有六條弦線 吉他手就會由最粗弦的EADGBE 他就會很習慣地用第四條弦線 即是G延線 按第五格 按第五格 跟著他就會彈到這個Middle C 又或者他可以用B延線的按第一格 亦都可以彈到Middle C 所以當一個人提出請你彈奏這個Middle C的時候 吉他手會有相應的位置彈奏 鋼琴手亦都有相應的位置彈奏這個Middle C 因此 勉強了我們樂手之間 是講很多複雜的 很繁複的指示 令到樂手可以做相應的動作 所以 Nettername 是樂手互相溝通的音樂術語 至於我們平時小朋友在幼稚園的時候 開始學的Solver Name 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如果學習彈鋼琴的時候 鋼琴老師會很喜歡先教大家 我們可以彈奏這個C大調 C Major Scale 我們稱之為C大調的音階 原因就是因為Solver Name Middle We Mi Fa So La Ti Do 翻到Do的時候 C大調的音階 全部都會彈白色琴鍵 那甚麼叫做C大調呢? 原來C大調的意思就是很簡單 C是導音的話 我們就會稱之為C大調 或者叫做C Major Key 或者叫做C Major Key 那意思就是 如果E音是導音的話 我們就會稱之為E大調 又或者叫做E Major Key 所以找到 导音是什麽音 對於判斷的音調 是非常之重要的 由於C Major Scale 所彈的所有音 全部都是白色琴鍵 所以鋼琴老師 很喜歡先介紹給初學的鋼琴者 因為勉強要兼顧 彈奏黑色琴鍵的困難 C是讀音的話 C是讀音的話 究竟Solvename和音名 有什麽分別 我們現在先看看 C如果是讀音的話 我們會在Middle C 用綠色筆顯示這個讀音 即是我們叫做 法文叫做Solv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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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即是說我們需要唱 音出來 我們才叫做唱名 所以我們首先 第一件事 要去找出 這個Middle C 究竟是什麽聲音 現在我們嘗試 用Garage Band 來找回Middle C 這個聲音 OK Middle C的聲音 我希望你們去記了它 背了它 原因 就是因為 當我們要唱Solvename 的時候 我們是必須要跟著 那個聲音 跟著那個音高 來去唱出來 那個唱名字 會有意思的 記中C Middle C的方法 我會介紹你去回憶回 漫德爾遜 最出名的名曲 結婚進行曲 因為結婚進行曲 一開始的旋律 就會不斷地重複 這個Middle C 由於這首樂曲 一開始不斷地重複 這個Middle C 如果你去記憶回 這首樂曲的聲音的時候 會幫助你去背了 這個Middle C的聲音 所以當你 知道Middle C是 No這個聲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透過唱Solvename 來去找回 鋼琴琴鍵 其他音的聲音 Dow Dow Wei Mid Fa Sol Lot Dow Wi Mid Fa Sol 用唱SOFANAME的方法 你可以看著琴鍵 可以估計到鋼琴發出的音高是甚麼聲音 這就是為何唱名必須跟著音高唱出來 才會有意思的原因 再下就是教大家看五線譜 首先第一件事 五線譜會有一個我們叫做譜號 這個我們叫做譜號 如果大家看到圈著的符號 我們稱這個譜號叫做高音譜號 即是說如果是鋼琴的樂譜 你看到這個高音譜號 即是暗示了這個樂譜所有的琴音 大部分都會用右手彈奏 用右手彈奏的我們會用高音譜號去標示 如果用左手彈奏的話 我們就會用低音譜號去標示 那麼低音譜號的符號就類似是這樣做的 那麼高音譜號我們英文叫做Tribal clef 而低音譜號我們英文叫做Bass clef 當大家看到高音譜號或低音譜號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五線譜相應的音符 是需要右手或是用左手彈奏 如果你去留意一下鋼琴的五線譜的時候 你會發現因為我們人是有兩隻手的 是有分左右手 所以鋼琴的樂譜總共每一次都會有兩行的琴譜 顯示右手和左手需要同一時間彈奏的 是甚麼旋律或是甚麼音符 當大家看到高音譜號 在高音譜號我需要大家記憶它總共有五個位置 五線譜總共有五條線 而五線譜總共有四個空間 我們從最底的空間數上去 我們分別有四個空間 這四個空間最底的我們稱之為F音 第二間我們稱之為A音 第三間我們稱之為C音 第四間我們稱之為E音 如果我們打橫排列的時候 你會發現 由低向高數上去的四個空間 分別是F,A,C,E四個音 即是Face 我們可以用Face這個英文字 幫助我們記憶高音譜號的五線譜 有四間音符的位置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如果有一個音符 寫在第一間的位置 這一個就會是F音 即是說我們就會彈奏這個白色的琴鍵 不論它這個音符是怎樣的形態 可能是Cortread的形態 可能是Quaver的形態 可能是Minum的形態 或者是Semi-Brief的形態 我們都會彈同樣的白色琴鍵 就是這個F的琴鍵 同樣道理 如果我的樂譜顯示了有一個音符 是寫在第三間的位置 即是說我們就會彈奏這個高音C的琴鍵 五線譜總共是間隔和線去排列的 即是說如果F音是在這裏的話 那第二線夾著的那個音符 我們就會是G音 因為它介乎在F和A之間 第二間是A音 第三線我們就會是B音 第三間我們是C音 如此類推 我們就會是B音 然後選一起來 2字 共有F音 我們再溫多一次書 高音譜號的5線譜 總共有4件 由最低則數出來的 第一件是F音,第二件是A音,第三件是C音,第四件是E音 第五个音我很想大家去记中的就是Middle C Middle C的位置是下加一线的位置 这个是Middle C 即是说如果五线谱见到有下加一线的音符 不论它是一个Semi-Brief,或者是一个Minim,Cortured的形态 又或者是一个Quaver的形态也好 你也是要彈Middle C这个白色的琴键 现在我们运用刚才所介绍的那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开始为这个五线谱 配对琴键的位置来写那些音符 随直 随直 这样来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下加一线就是Middle C 一线就是Middle C 刚钢琴向右弹 那些音符在五线谱就会向上升 所以你会见到 这个F的音符是第一件五线谱的音符来标示 即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刚钢琴向右弹,音向上升 所以这个F的音符就必须要高度高过这个Middle C 好,如此类推 第二件是A音 第三件是C音 第四件是E音 由于是大家就很容易找到高音譜号 这五个音 因为你已经背了 刚钢琴琴键向右弹 音符就会向上升 所以Middle C旁的D音就是这个位置 由线位 由线位 我们会向上到间位 Space 于是第一线是E音 第一件是F音 第二线是G音 第二件是A音 第三线是B音 第三件是C音 第三件是C音 第四件是高音D 第四线是高音D 第四件是高音D 第四件是高音E 第五线是F音 第四件是G音 而最顶的是G音 到这里不够线 没有位置写 那怎么办呢 于是我们就是上加一线 去表达我们这个A音 不过请留意 如果你画加线的时候 如果你画加线的时候 这个距离和这个距离 是必须要大概相等的 如果你画到距离不相等的时候 会有什么结果呢 例如我画成这样 如果你画成这样的时候 别人会不会画漏了这条线 因为我们看五线谱的时候 我们是看高低的距离 所以为免引发了这个误会 所以请大家去画加线的时候 必须要跟五线谱的幅度 去画加线 音符的加线 是必须要逐个音去画的 于是 之后的B音 是上加一线的间位 那问题又来了 我可不可以加多一条线的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原因就是因为 当我们去看五线谱的时候 我们同一时间会看很多的资讯 如果一个加线可以表达到 那个间位的B音的时候 多一条线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读谱 所以编写乐谱的时候 原则就是越简结越好 所以 加多一个线 是不容许的 好 回回头 刚钢琴向左弹 音就会向下降 所以 当你见到 Middle C 旁边的B音 我们就会下降 下降 一线的底 好 再下降 不够线的话 我们就下降 两线为之A 下降 两线的间位 为之G 不够位的时候 下降 三线 为之F 不过 钢琴右手弹奏 都很少会出到 那么低 F音的了 好 如此类推 你就会按住这个表格 你就会知道 五线谱 显示的音符的高低 所以 就会直接 反映着 你在钢琴那里 究竟是按哪一个琴键 回到 sofurname 我们要 背了 Middle C 的声音 如果你不肯定的话 请你用钢琴 试一试 D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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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试一试 Middle C 的声音 下降一线是Middle C 所以 顺便写 Dó Dó 接着 有人会问 我认识 不认识乐譜 究竟 标准在哪裏 其实 懂不懂看乐譜 就是 反映着 你可不可以看着乐譜 知道 究竟那个旋律 那个 乐譜 标示的 究竟是实际 大概是什么声音 如果你用sofurname 唱名 你可以跟着音符 去唱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会有读谱的能力 例如 D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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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跟着我刚才的方法 来去用sulfaname跟着的音高 来去唱唱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憑着五线谱 你可以去估计乐器或者唱歌的时候 实际唱出来的音高 即是如果你看着乐谱 你可以猜到旋律实际是什么声音 这个就叫做懂得提乐谱 于是者你就会揭开了贝多芬 这个聋了耳朵的作曲家 它背后的秘密 为什么贝多芬聋了都可以继续作曲呢 为什么贝多芬看着乐谱 它立刻可以知道 究竟乐谱显示的是什么声音呢 正正是因为它懂得用sulfaname 来去找回乐谱所显示的那些旋律实际声音是什么 所以唱名的关键是必须要跟着音高去唱 你不能够道尾米法素那些道去说 原因就是因为唱名是帮助我们音乐人 去找回旋律在乐谱上面的实际音高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透过唱名 跟着音高来去唱唱名 我们就可以找回五线谱所显示的那些音符 实际的声音是什么 现在我想为大家介绍黑色琴键的音名 黑色琴键我们不会再用hijk 继续数那些英文字母来去称呼这些黑色琴键 而我们称呼黑色琴键的方法 我们就会借用白色琴键的那七个音 来去称呼黑色琴键 其实钢琴的琴键 一个琴键不止是一个名的 钢琴的琴键至少有两个名的 大家在笔记那里会看到第一行的五线谱上面有一个井字符号 这个我们在音乐上面称之为Sharp 在第二行的五线谱你会见到一个类似世界B的符号 这个我们称之为Flat 钢琴键 先介绍升好的意思 升好的意思 在钢琴的理解 就是向右称最近一格 向右称最近一格 我们就会借用左手边的F音 接着在这个F音的五线谱的位置 同一高度 和左边的位置 加上一个井字符号 井字符号的意思是 由这个白色琴键向右称最近一格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F-Sharp的音 这个黑色琴键我们就会称之为F-Sharp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在G的音符 左手边同一高度 画一个井字的话 那我们就会称之为 这个黑色琴键叫做G-Sharp 由于没有这个井字 这个Sharp的话 我们就会弹奏白色琴键G音 如果我们加上一个Sharp给它 的话 我们就会显示 我们要弹奏G-Sharp的黑色琴键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好,现在 请大家看一看 我再示范 所以黑色琴键如果我们用Sharp 声号 因为如果我们用Sharp的黑色琴键 我们就可以把黑色琴键 由左手边的白色琴键 例如这A音 向右手输入最近一格 所以这个黑色琴键 我们叫做H-Sharp 根據同樣的原則,很快便會找到其餘的黑色藤件的稱呼 在此,提多一個概念,問你一個問題,究竟我們有沒有B-Sharp呢? 究竟我們有沒有E-Sharp呢? 如果你看到星號的定義,我們稱之為鄉友宜最近一格 但我並沒有在定義中說明,鄉友宜最近一格必須用黑色藤件 即是說,如果根據定義來講,B-琴劍向右移最近一格 就算他沒有了那個黑色藤件也好,我們同樣都有B-Sharp 不過是C,Middle-C這個鍵,這個琴劍有第二個名,我們稱為B-Sharp 同樣的道理,如果E-Sharp,E向右移最近一格,沒有了黑色藤件 我們F這個藤件就會稱之為E-Sharp 我們至少有兩個不同的名稱,去稱呼同一個琴劍,或者按同一個按鍵 同樣了,降好,筆記自然就是調轉 A-Sharp,E向左移最近一格 我們會選擇這一個黑色藤件 我們稱之為A-Sharp,E向左移最近一格 我們就會是這個黑色琴鍵 所以這個黑色琴鍵我們稱之為 F 我們稱之為 A Flat 同樣道理 如果我們想稱呼這個黑色琴鍵 我們如果用 F Flat 來稱呼它 我們就會叫它 B Flat 因為由 B 音向左移 最近一格 我們稱之為 B Flat 如指往復循環 E 向左移 最近一格 是 E Flat D 向左移 最近一格 是 D Flat 我們便會得出這些答案 尷尬 留意,如果我稱呼這個黑色琴鍵 如果我要在五線譜上標示琴鍵的位置 我就會先寫這個A音的音符 第二間為之A音 如果我就這樣彈奏這個音符 我們就會彈奏這個白色琴鍵 但當我在同一高度 和在左邊加上這個flag的符號 我們就會不再彈白色琴鍵 我們就會彈黑色琴鍵的音 好,接著我就想問多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寫在同一高度和左邊呢? 如果我的flag寫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會有什麼後果呢? 原來當我們去看sharp flat或者是音符的時候 高度的位置,高低的位置是很關鍵的 如果你寫在C的位置 如果你寫在C的位置的話 我們就會以為後面的C音是需要flag 反而這個A音因為你不是寫在同一高度的flag的位置 所以A音是不需要flag的 所以同一高度是非常之重要 好,其次了 就是如果那個flag我寫在音符的右邊的話 我們會有什麼結果呢? 原來我們看音符是由左向右看的 那就是說如果我去計算那個flag的有效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會由它的右邊開始計算了 那就是說這個Aflag是不需要flag 那所以在音符那裏加上sharp或者flag 是必須在左手邊加 如果不是在旁邊的音符 就沒有了那個flag或者sharp的效力 好,那所以flag必須加在音符的 左手邊 但是如果你在音符那裏加上flag的話 我們就會加在右手邊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稱那個音符叫做Aflat 那Aflat的flat在A後面 如果我們去讀這個音符的時候 所以當你把flat加在音符那裏 就必須加在音符的後面 就是右手邊 好,如此類推 我們很容易去找回 所有黑色琴鍵 用flag稱呼的那些音符 例如Bflat 是向上數一格 加回flat 不過要同一高度的左手邊 例如Gflat 是同一高度的左手邊 再說一次 音符,音符 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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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加在右手邊 因為是Gflat 如此類推 我們就可以找回 所有 flat 音符的位置 音符 鋼琴向左彈 音符就向下降 所以這個E 就寫在這裏 音符 好,於是 我們用相同的原則 寫回 Sharp 的音符 例如 這個Fsharp 第一格是F 接著在左手邊 加回 同一高度的位置 Sharp 那我們的音符 就叫Fsharp 同一角是A 同一度 A音符 第二格是A 左手邊同一高度 加Sharp 所以它是A Sharp C 左手邊加Sharp D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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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邏輯 寫回 所有黑色琴鍵 在筆記上面的音符 的位置 的位置 是 D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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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 我們就可以拿著這張筆記 來對應 你看到的五線譜的琴鍵 你看到的五線譜應該相應彈哪個琴鍵 最後 我想用一個曲例 來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獨譜 的能力 抖 G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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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看看曲例 如果我用一個音名,我們就會下交一線是MiddleC 接著數上去,一線一間這樣數就是CDEFG 第二間是A,第三間是C 第一間是F 所以我們找回E 如果我們用C大調唱SOBANAME的話 我們就會先找一個導音 先按一下 Do Wai Mi Middle Do Do Wai Mi Fa So La T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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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Mi Fa Mi Fa Mi 大家猜不到這首是甚麼歌 沒錯,這首是林奕康的一雙手 正歌的第一句 再來一次 Middle Mi Do Wai Mi Fa So La Ti Do Do Mi Mi Fa Mi Fa Mi 如果你按著SOBANAME 跟著音符唱出來 那你看著樂譜 你就會猜到 這首樂曲的實際聲音是怎樣 這就是讀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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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課的介紹就完結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一個介紹 並且可以活用到我所教你們的音樂的知識和技術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去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訂閱我的頻道 繼續收看我以下為大家介紹的樂理和音樂的知識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